杨佳这位曾经的阳光青年 在2008年一怒而惊天下 杨佳因杀警察造成六人死亡 成为一位以个人抗击中共暴政的英雄人物 如今这段快智人口的故事被搬上荧幕 但在香港续约工作的中国导演英亮 全家却因这部电影而受到警方威胁恐吓 当局甚至想用5000万向韩国方面买断电影的播放权 可惜中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下 据大纪元报道 这部以杨佳刺警案为背景创作的独立电影 片名叫《我还有话要说》 Win Night Falls 在今年1月获得韩国全州影展资助制作费 故事讲述伤心欲绝的杨佳到上海看了杨佳后 被法官骗回北京 说让她帮助杨佳搜集有利证据 杨佳在回家两天后才收到儿子被判死刑的消息 讽刺的是杨姆比外人晚得知这一消息 报道说影片刚在深圳完成拍摄阶段 就触动了上海市政府的神经 为了封杀电影 当局竟派人到韩国想拥有影片版权的全州影展 开价5500万元人民币要求买片 然而全州影展没有卖 影展开始前就有一个韩国的小伙子 他先找到了全州市的市政厅 说我有一个买卖要做 市政厅的人他们说你去找电影节吧 于是他就找到电影节办公室跟负责人 我想要买 因为我跟上海的一个什么什么公司有关系的 那么买下来以后呢 你们影展就不放了 可不可以 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 专栏作家刘一鸣说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底 不管中共当局怎么做 很多东西是掩饰不了的 因为没有人权 所以才会出现杨家这样的康告英雄 杨家虽然杀了很多人 但是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却是一个正面人物 应亮表示上海的父母和四川的岳父岳母 都因此事受到牵连 公安国保轮流上门恐吓 有两个自称上海市政府对外联络办事处人员 甚至找到香港找应亮喝茶 并扬言若不叫停放映 等应亮一回大陆就把他拿下 我之所以选择跟他们谈呢 是因为之前已经长达半个多月 他们一直去骚扰我上海的父母 到我家里面 然后给我父母压力 要他们做我工作 停止放映 把片子他们可以收购 或者改动这个片子的内容 这样一种长时间的骚扰 我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的时候 我妈妈告诉我有七次上门 都是穿制服的警察 那么很夸张啊 这个情况 不过应亮没有屈服 电影最终在泉州影展顺利放映 这部电影呢 应该来说 想通过法律来惩罚他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没有违法 但是他一旦回国呢 是有可能遭到打击棒 有人质疑 杨家离世至今已经三年多了 中共为什么还如此害怕呢 上海访民毛恒凤表示 他去给杨家扫墓 都被警察殴打智商 现在应亮拍了这部电影出来 中共就更害怕了 害怕大家起来反抗 反抗他这种暴力 怕老百姓起来决心 怕老百姓都要个民主自由人权 如果像我们中国 都一直在买杨家 他还会随便打人吗 他还能长期暴力控制下去吗 他就从事不下去 但是和妻子同在香港的应亮 工作签证今年九月就到期了 政治阻力丫头的他 虽不知前路在何方 但有消息说 应亮撰文希望父母不要配合官方 中文字幕后代表当笔检论